同样是路上发生的紧急状况 情绪不稳定 这名女子在大半夜的当街蓝车 高雄这名送信女子 三号凌晨 疑似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心情差 跑到阿联区的马路上当街挡车 警方活速赶到现场 耐心的安抚她 另外在新兴区 也有扼煞疑似违规在先 却不满后方的车辆按喇叭 蓝车呛下 凌晨三点多 驾驶开车行驶 发现路中央站着一名妇人 才减速闪灯提醒 没想到下一秒妇人进当街蓝车 张开双臂 妇人挡在车前方 还高峰被叫嚣 这也让驾驶摸不着头绪 怎么样 可以培养你的心 就怕遇上假车或碰瓷 驾驶报警求助 远警货报也千来关心 你们回去了啦 你也要回去啊 只见妇人不发异语 所以要警察返回 只是戳续行为也让远警无奈 没有回去我怎么回去 事发在三号凌晨高雄阿联区 当时证明送信女子 疑似身体不适 导致情绪不稳 这才正在路中央挡车 警方到场也赶紧耐心安抚 远警及家属的协助之下 该女子返家休息 而另外在新兴区也传出行车冲突 两名男子貌似凶神恶煞 站在车前方 嘴里念念有词 恶煞看似要驾驶给他记住 模样嚣张 事发在四号晚间 五福二路 中校一路口 原来烧岛前两名恶煞开车 一次从路边起步 没打方向灯 眼看后方驾驶 按喇叭 这才下车抢车 警方也将严加执法 避免层出不穷的行车纠纷 频频发声 接下来高雄众报导